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赶快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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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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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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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也不一定要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然后 第二个循环部分是做传达研究发现 然后来是评论与评鉴研究发现 第四点是根据研究发现执行实务工作 然后让实务工作的执行程序化 然后对未来研究执行给予回馈 这就是我们的实务的循环 第四点是直信研究论文之内容 第一个是研究计划 第二个是学位论文 我们有分四个 第一个是偏手的部分 第二个是本文 里面包含的序 等一下你研究计划没有报告 你不要只是念标题 研究计划其实就是在讲入文前三章 这是我们现在在讲的proposal 一般而言我们会让你先构出 你看课本的739页 课本739页 有没有看到 研究计划这个主题的第三行 一般而言研究计划包括研究题目 学位入文内容中的前三章 及序论 文献探讨 还有研究设计与实施 还有一些相关的材料像研究工具啊 或是所谓同意行也许就是我 我说的那个访谈同意书 研究参与同意书 这个也许要在一开始论文前三章的时候就要包括这些东西 OK吧 而且这论文前三章就是 也可以掌握你一个论文的基础啊 很多学校现在都取消了要写论文前三章 这个要提论文前三章要提口试 这个我是很反对的 我们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讨论 然后我们是觉得这对同学是比较不好 比较伤害 因为你要提论文前三章口试的话 可以多一步的筛检 确认你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 要么你走错了 走的这个用网路 论文到后面都去实作了 然后搭配周章 后来发现不OK 那不是很惨吗 他论文硬是不OK 要让他OK 这样也很尴尬 了解吗 好 所以我们有提论文前三章是很好 这个就是研究计划的概念 好 那现在在第二大点学问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就讲正式的论文里面的那个我的展帖 这个就是我要你们发展的目录啊 其实也都有啊 你们发展目录不会理想象中那么痛苦啊 好不好 来继续 那论文写作 已掌握十个原则 我们这边看到是 适配性 然后 然后契合度完整性 连贯性 严谨性 具体性 跟一致性 还有正确性 跟评论性 还有脉络性 和简洁性 那在总结的部分呢 论文 主题要针对研究者的兴趣 与生涯目标 能力和专业 见识 工作的问题 过去研究 过去研究与论文主题的原创性和可行性 拟定 小题大作的研究主题 文字力求简洁 而功能在与协助研究者思考 看就整理和建构研究 好 看一下 来再看三页 第20章的最后这个总结 看一下 论文主题 我们从开学到现在 一直在跟同学对话 讨论你的论文题目 对不对 那你对应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你研究者的兴趣 然后跟你的生涯目标 能力 还是你的专业 比较实务性的部分 然后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原创 原创性很吸引很好 可是要考虑到到底可不可行 能不能进行 它操作性如何 小题大作 又看到了吧 拟定小题大作的研究主题 然后文字地球简洁 不要想要又臭又长 一直在担心路纹的厚度 路纹的厚度 路纹的夜数 永远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 好不好 然后也就是探究整理的建构研究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入下一张 21张 直信研究 续文之续写 群保者培养 培力目标 第一 说明直信研究背景 与动机之内涵于数学 那我再打个叉 我讲过 这一张就是你路纹的第一张 我们路纹的第一张不是有写序论吗 那你这一张序论里面要写什么 他就像这本书就像工具书一样 他就要告诉你 你的路纹第一张里面 应该包括哪些类的 好不好 来接着 2 描述直信研究 目的与问题之绪学方式与原则 3 说出直信研究名词 亦 示意之续写方式与原则 那第一节呢 直信研究背景与动机之续写 可以看到长期而用心的直信研究 要对人的关注 对互动的热情 以及对了解人的热情 在研究背景与动机中展现研究者的热情 那么会看到 那个启示故事21之1 柳森又兽狼 习剑的故事 在日本呢 历史中有两位伟大的剑手 一是公本武藏 另一位是武藏的徒弟 柳森又兽狼 柳森由于年少荒喜 不肯与接受父亲的教导 专心喜剑 被逐输家们 受刺激的柳森 于是发誓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剑手 他独自跑到荒山 见当时最负胜民的武藏 要求拜师学艺 柳森乐切地问道 假如我努力学习 需要多少年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剑手 武藏说 你的全部余念 柳森急切地说 我不能等那么久 只要你肯教我 我愿意下任何苦工达成目的 甚至当你的仆人跟随你 这样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 武藏说也许需要十年 柳森更焦急地说 家父年事已高 我要在他生前 就看见我成为一流的剑手 十年太久了 如果我加倍努力地学习 需要多久呢 武藏说也许也要三十年 于是柳森快哭出来了 如果我不习任何苦工日以继夜的链剑 需要多久的时间 武藏说了 那可能还要七十年 或者这辈子也没希望成为剑手 此时在柳森的心里 纠结着一个大疑问 为什么我越努力成为第一流的剑手 需要越长的时间呢 武藏平和的说 你的眼睛全部都盯着第一流的剑手 哪里还需要 哪里还有眼睛看你自己呢 第一流的剑手 先决条件就是 永远保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这边我的解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觉得要有热情是没有错了 可是那个自我觉察 或是反思你的研究初衷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 你会很用心的在开始写论文 可是你可能会找到什么资料 找到什么文献 就跟着那边一直钻研进去 所以有时候你要像这个一样 你要思考一下 我当时最核心的目的 我是要探讨什么东西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最想聚焦在哪个点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 我当时想要研究这个初衷 或者这个原始的 一开始设定的这个动机目的 是有没有偏离的 简单讲就是不要一头热 就一直写下去 要常常就回过头来看 我这个研究逻辑 我这个研究的这个发展的脉络 跟我当时设定的目标都是一致 那这个研究逻辑还在吗 有没有好影响扣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来继续 研究背景与动机 价值性 现在我们看到问题讨论21之一 它最主要是写着研究价值之续写 那他这边这个表格是研究主题 跟研究主题形成的背景 那像当前的个案呢 研究什么个案及其理由 例如透过此个案 透过人对哪些现象或议题 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在实务工作的问题或差距 它是实务工作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或差距 为什么选择因应此问题或差距 研究者发展什么行动方案来因应跟理由 那看到21之一的部分 这边呢 现象或生命经验呢 告诉我们探讨什么现象或生命经验及其理由 例如了解现象或生命经验对个人生命经验或实务有什么启发 那在民俗方法的部分是 研究什么是民俗方法及其理由 例如了解 俗民民俗方法能对哪些议题更有深入的了解 那在过去的某项主题中呢 探讨过去什么主题及理由 在这边例如 了解此主题能对哪些现象或议题会有更清楚的理解 那在解释现象的理论 研究什么现象和理由 以及进一步发展解释现象之理论的原有 例如发展此理论对引导哪方面务实 实物或研究的展开具有益助 那在特定民族或种族还有人类或文化呢 研究什么特定民族种族人类或文化及其理由 那再次例如在了解此民族啊 种族人类或文化对哪些现象议题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治疗或介入历程和参与人员的改变 研究什么治疗或介入历程和参与人员改变的理由呢 会去了解改变对于理论与实物的开展有何启发 我是觉得 你那个问题讨论反而比较 因为很多都是教育的 越讲 你们没有清楚 越讲反而越搞不清楚 好 问题讨论跳过 那看到第二节 直信研究目的与问题之许 据显 这边的第二节就类似你论文的第一章第二节 知道吧 以后你在写论文的时候 你就可以翻回来看 我在写论文 第一章的时候 第一节要写什么 第二节通常就是研究目的与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可以对照的看 那这边 以下需注意下六个原则 第一 每个目的的完整叙述 还要清楚 第二 第二不宜超出研究目的与探讨的范围 第三 不需列出 可以念的跟他不一样 但是研究题目你就照着念啊 好 第三 不需列出研究和资料 搜集方法及研究工具 第四 不同于研究动机 步骤或贡献 第五 若有两个以上的研究目的 他们之间彼此相关 但不会重叠 见问题讨论 第六 探讨多元 复杂 依赖情境脉络现象之研究目的 那问题 研究问题之叙述 以注意以下四项原则 第一 执行研究探讨叙述 探索和解释之目的 以描述过程 评件 评件 评件解释性的研究问题 可以鉴表21-2 在 那我们直接往下看是 研究问题 反应多元复杂 依赖情境脉络的现象 第二点是 研究问题 扣住研究目的的呈现 令容要完整性清楚 第三点是 研究问题保持开放性 第四点 清楚呈现哪些研究问题是对应哪一个研究目的 第三节 执行研究名词 示意之趣写 执行研究中等名词 示意说明论文题目 以及研究目的和问题 重要关键词 像这个第三节就是你论文的第一章的第三节 所以你论文的第一节不是研究背景与动机吗 然后第二节就研究目的问题 然后第三节你就可以写名词示意 并不一定要 如果你的东西不是有特定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没有特别来定义什么话 也许就不需要这个第三节 好不好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状况 来接着 那包括研究参与者研究主题 的意涵或范围 而序个关键词的排列 写一句逻辑性 不见得是按照这些题目 关键词的出现去 那执行研究名词 示意之趣写 名词示意 通常包括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 某些组合的名词 如果文献无专属的明确定义 可以分开 其中一些名词 再组合整个词的定义 那概念性的范围通常比较广泛 不宜收缩概念性的定义的范围 那在操作性定义是指抽象的概念具体化 及研究范围化 那这边可以看到研究结果 如果我们往上看解释和应用的话 就是研究时间 那我们往右边看是解释和应用 就是研究地点或情境 那往下呢 解释和应用的方向就是研究参与者 那看左边这个是研究内容 那序论不须要再呈现研究范围一节 在操作性定义重要名词的内涵上 必须和研究问题一致 前后连贯 关键词的操作性定义仅供初步意涵和范围 职性研究甚至可以提供操作性定义 这边我补充一下 一般我们职性研究是不需要有一个变数跟操作性定义 一般这个变数跟操作性定义是量化研究必须的 量化研究必须 因为我们在你在操作 因为你在探讨很具体的一个变数 到底你探讨这个变数 跟人家想象中那个变数的意涵有没有一样 你要给第一个变数的一个操作性定义 在你后面在发展问卷 或是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人家才知道你们谈的是同一件事 可是直化研究为什么不做操作性定义 因为我们探讨的议题本来就没有认为 它是有一个所谓唯一的 在这个社会实相里面 它是唯一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 讲那个新住民的网络创业好了 你并不需要就把网络创业 做一个很明确的界定 因为我们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 有可能很多相关的都会带出来 可是如果你在做量化研究 因为你要跑统计分析 你要发展问卷 所以必须明明白白的 讲你的网络创业是包括哪些概念 有哪几个题项 代表这个概念 知道意思吗 所以这边有提到 在这些研究甚至可以不提供操作性定义 所以你的第一章里面就不用这一节 总结 续论 宛如导览图 介绍整个研究的背景 动机 目的与问题 在续写研究背景与动机时 要能扣住研究主题 清楚地呈现研究的源起 研究问题的重要性 可能的预期结果和贡献 职信研究的名词 示意仅提供初步意涵和范围 之后就会随着研究焦点的展开而调整 好 先不要关 看到三页 看一下我们现在看这个 所以我们的序论 序论就是我们论文的第一章 也就是说就像那个导览图一样 他介绍整个研究的背景 跟动机目的问题 所以你这个逻辑 就好像我们在破题一样 有的人觉得第一章好像聊背一格 有点多此一局 其实第一章也很重要 就好像我们在阅读一本书一样 我们通常会翻翻他前面 然后对刚刚要谈的问题 如果一开始你会觉得 引不起你的兴趣 你连看都不想看 对吧 所以你要扣住研究主题 而且可以清楚地告诉人家 你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你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你讲不清楚 那你就很难找到答案 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说法 你如果可以把你要探讨的问题 讲清楚的话 那答案就已经找到一半了 对吧 所以你的叙论说起来也很重要 因为你就是要把这个初步的东西 都做一个介绍 我的动机 我的目的 然后我要做什么 那我希望可以达到怎样的成果 这些 叙论也就是先把那个样貌 那个所谓的全貌 未来展开的全貌可能是什么 先做个交代 所以第一章叙论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 来 各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的话 我们就这边先下课 待会再继续 朋友一下在线上 先不要推出 谢谢大家 那我现在把荧幕拉到老师这边来 来 同学有看到我分享的画面吗 有 好 谢谢 那我一直来讲 入文前三章 或说入文的那个结构 那我这边就是带领同学 我们再把这个章节看一下 那其实现在也都不错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老师都没有在讲研究方法 也没有在讲论文 所以那时候我们根本就 即使是没有概念的 几乎是写完入文之后才知道 原来是要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比较进步了 我们希望一开始就让同学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所以我们学术路文的写作特别注重这个argument 这个argument就是说 有些讨论有些对话 不是在描述一件事而已 所以你要可以掌握这几个重点 或者说用白话的翻译叫做正义点 比如说你希望你的论里面要去点出来 我这个研究有什么是特殊之处 比如说你可以讲说 现在大家玩线上端游 这个好像是个趋势 年轻人的人手机常常都会 有所谓的网络成语 或沉溺在个线上游戏 那你现在就很好奇 我这个研究是想要去探索 那这样子这样一个状况这样一个现象 到底在职场上是造成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助力 还是主力 或者说我们知道他是助力 或如果知道是主力 那我们怎么引导他让他变成助力 可以顺水推舟顺势而为 那可能就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你要写你的研究 大概是怎样个特殊 这是比较实物性的一个特殊点 也有可能在谈是学术界的贡献 我现在讲的这几个argument 并不一定每一个都具足 可是至少要有些点 有些给人家看起来就是你这个论文的贡献 跟亮点 那因为我们是科技大学 我说我们是比较偏向在职专班的这种属性 所以也许对学术界的贡献 也许就没那么多 当然有的也是可以跟理论对话 可以再丰富理论 或是去修正理论那更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研究的贡献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写新住民的数位创业 你写新住民在台湾的影响力 存在一定的影响力 因为新住民的人数已经超过原住民了 在台湾应该好几十万 应该超过50万吧 那这些我们台湾的新住民要融入社会 他有他的特殊背景脉络 也许在整个社会的所谓的 政经力量或设计力量相对是弱势 那怎么协助这群人来创业 那利用网路这样一个无远福建 比较不受限的这样一个工具 这样一个平台 来协助他们从数位创业的角度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出入 那对一个广大的新住民的研 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所以你的论文的研究关系在哪里 你要试着去把它推理讲得出来 要不然就要去 如果你要听起来就觉得一般般不值得一提 那你就不需要做啦 对吧 另外我才这么提过 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是盘古开天PD以来 你是第一篇 不太可能 有人类的文明 有社会科学的记录 这一定是由来多久 已经好几百年了 所以你有时候你要进一步去讲 我这个研究的优缺点 或跟别人到底有什么相关 优点我当然要论述 缺点也不要去常着 所以你的缺点可以把它写在研究限制里面 有些事因为毕竟只有两年 那毕竟我们只是一届研究生或一届学者 不是拥有什么很大资源的人 所以一定会受到一些限制的 所以我的研究的优点是什么 当然缺点一定所在多有 那我也是也可以把它点出来 另外就是 如果别人都已经做这个相关研究了 我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做这个 我刚才讲过了 你是在补这个研究的理论缺口 还是学书界 或是在书界上有不同的看见 有一方说法是怎样 另有一方说法 也许有不同样的说法 那既然有这个两方 或是这种 有大家 还是存有蛮大一个旗舰 那我很好奇 我试着要做这个研究 想要探讨这个缺口 就是别人虽然过去有做 可是现在已经误患心仪 也许又是经过一段期间之后 大家概念又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研究所 我在我也是上他们的进行研究 他们就有一些养儿防老 还是养房 防老 我们过去传统概念养儿防老 对吧 所以养儿防老的概念 是过去的概念 可是现在也许养儿防老 那个概念已经不适用了 他们是养房 买房子养房子来养老 以后可以收租货干嘛 所以你可以探讨此一时彼此 误患心仪之后 也许过去人家探讨的议题 我现在还可以 所谓的旧旧专心评 还是可以再探讨 因为时空背景已经不太一样了 好 我现在介绍 这个是我们路纹的一般标准的三节结构 那也许同学找到了一些参考文献 你会跟我说 老师我找到的好像有的不是这么写 那也很正常 我说明过了 我现在教你的是基本马步 基本马步 那基本马步 如果你站得稳了 你其他都是 要秀全花腿 要做什么变化 那个都OK 好吧 我现在教你的 这是个五张节的 这个基本马步 那通常我们第一张会讲 研究背景与动机 第二张会讲文献探讨与回顾 第三张讲研究方法 第四张讲发现与讨论 第五张讲结论与建议 好不好那我待会就依序 后报就根据这个张节的 这个结构来报告 然后同学尽量去体会 为什么你体会这个张节 为什么这个安排之后 你对写论文这件事的 背后的这个逻辑 或这个发展的脉络 你就可以越精准的掌握 要不然有时候你写一写 又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现在 我到底我站来的方向 要往哪边去 有时候你会 被自己搞得很混乱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斷線了 大家也都沒有理我 結果大家都在睡覺 我還對著螢幕 我還對著螢幕講一個小時 我還要繼續了 剛剛斷線了 不好意思 我們就繼續 那這個詹節目錄結構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看第一張 來 往下 我們看第一張 那第一張就序論 我們再往下 你先學這個基本碼不公 不要寫的太廣泛 我剛才講過了 那另外就是要直接切入 別人界的核心 想法與概念 比如說 我寫那個租賃車 中小型租賃車 車付是不是 這個概念就說 因為中小型租賃車 包括所謂共享經濟 在共享經濟這個環境之下 非常競爭 所以中小型租賃車 勢必也要介入這個業務市場 那介入這個業務市場的話 怎麼面對既有的或外來的 這些相關的競爭者 來保有一定的競爭力 那就是你的核心的想要探討的概念 對吧 所以核心的背景跟動機是什麼的 在第一張裡面就要把它論述清楚 然後最好最好也可以引用一段 科教領域權威的文獻 來說明這個研究的重要性 你不覺得我們在講什麼重要或什麼 就是說你自己的說法永遠是比不上 那個所謂的學術性的 既有的一些專家學者或是文獻的說謊 你自己喊的很嚴重 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很重要 結果人家不一定會呼應你啊 可是如果你說根據比如某某那個什麼 政大管理評論還是哪一篇研究 哪個學術專家講過的什麼話 來探討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那相對就說服力就會提高很多 好不好 所以文獻什麼時候找文獻 我講過從錄文一開始 從定題目到論文寫到最後第四章第五章 都還在用在文獻 然後文獻的引用也不一定是第二章 文獻回顧體探討才可以引用文獻 有可能在第一章的第一節這邊 就已經引用到文獻了 你在背景東西這邊 可以就引用到一些文獻來佐證 你現在探討這個議題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看下一頁 好 那第一章的第二節 第二章第二節 我們通常都會探討研究目的問題 剛剛上課也有一些討論的 你可以用比較經濟的方式 先把這個全貌 你要探討的這個目的跟問題是什麼 先把這個全貌先帶出來 那你的論文題目 如果是行動研究的話 行動研究 我們在課程上好像也討論過了 那在這個行動研究的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裡面 可以針對這個研究歷程 先有個描述 讓人家可以看得到 你這個行動研究 你到底是怎麼計畫的 行動步驟有哪些 這個過程是什麼 你在進行這個過程 進行這個行動的過程 帶給你怎樣的反思 包括你做什麼修正 那經過這個修正這個機制之後 你又重新 又重新的稍微去修正你的計畫 然後再重新行動 我講過 這個行動研究 整個研究歷程 它是一個動態的循環 不是只是做單一次而已 通常就是你有一定的規劃 那有一定的行動 那行動之後會有一些思考 思考之後會做一些修正 那修正又作為下一次行動的計畫 然後就開始下一個階段的行動 那又有下個階段不一樣的 看見跟省思 它是個循環歷程的概念 好不好 那當然你不一定是行動研究 那一樣 你在目的問題這邊 就要跟人家告訴大家 我做這個 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做什麼 那我具體的問題又是哪些 好 大家看一下 然後通常第三節 剛課本的講法是寫明詞解釋 那我說如果你的研究不是很複雜的話 並不一定要寫研究解釋 那也許你第三節 這邊我建議是說 也許你可以寫你的研究流程 因為你現在是序論 序論就是第一章 第一章 你可以把全部的樣貌先做個刻畫 那也許告訴大家 我從第一章 從背景 目的 文獻收集整理 然後到我用什麼研究方法 然後預期會發現討論 到結論以建議 我先把我這樣要做這整個流程 先做個交代 那這個就是一個研究流程的概念 對吧 那不管量化也好 紙化也好 都可以有這一節 第一章可以放一個第三節 叫做研究流程 那如果是量化的話 可能會稍微帶出來 就是你可能包括 你從那個第三章開始 紙化跟量化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量化的研究流程裡面可能會交代 你的問卷怎麼去建構出來 然後怎麼去實施跟發放問卷 然後發放對象是誰 然後問卷回收之後 打算用怎樣的統計軟體 怎樣的統計方法 去跑出一些統計分析資料 然後來得到驗證的研究結果 然後紙化的話 通常也是一樣 會寫你的研究流程跟研究設計 就是我在第三章的部分 跟量化研究可能不太一樣 我待會我們會看到第三章 我會再細說 會告訴人家說 我大概是用什麼方式 去做田野調查 Fear Study 然後實際上去收集一些資料 收集一些文本 不管是透過參與觀察 還是深入反彈 還是Focus Group 交點區域反彈 經過這些文本資料的收集之後 我如何去做分析跟詮釋 然後得到研究結果 就把這個流程稍微交代一下 那這個就是在第一章第三節 研究流程的部分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第二章 冠婷怎麼離開 好 我們看第二章 第二章是文獻回顧與探討 那就是對於你入文的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然後寫 你看紅字的部分 寫文獻回顧 就像建造自己的書櫃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說是個 四框一個視角 你看這件事 你要有個宣示一下你的立場 你的四框你的視角是什麼 那這邊按照這邊投影片的說法是說 你看到文獻探討的角度是假想 你現在要做一個書櫃 那你不用從原木去裁切木板 而直接是使用其他研究者已經切好的板子 然後按照 按照自己想要的框架就把它組起來 然後放上自己的書本 那這個就是你研究的一些方法 結果跟結論了 那我常常講的 我的說法是說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這個知識的追求裡面 站在巨人的肩膀 我們可以看得更高更遠 跟這邊講的例子也是有一點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我現在做個書櫃 我不用從頭到有 還要去找原木 還要找到木頭之後還要切成木板 然後才能砌成框架 為什麼有些現成的東西你不用 所以參考文獻就是 我看過去人家學的怎麼寫的 我先找一些 然後用過去人家寫的已經有的理論 或過去研究所做過 過去研究所已經做過的這個研究 當一個基礎 那在這個基礎上我再往後延伸 你可以用這個概念 然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文獻回顧與探討也是 做這樣一個宣示 我對我這個研究議題 我已經有一定的掌握了 我不是井底之蛙 我不是說我現在做這個研究 好像是我是 我是唯一的一個 其實有可能 類似研究已經很多人在做 你不是唯一一個 只是你沒有認真找資料 你沒有找到一些相關的文獻 這樣OK嗎 我們看下一頁 好 那在這一章裡面 第二章文獻回顧裡面 有個三大元素 就說你裡面應該要包含 哪些概念在裡面 第一個 文獻回顧的歷史背景 就說這個研究領域裡面 這個議題 大概過去他的發展脈絡是什麼的 我是不是有講過 文獻是不是要越新越好 最好是 5年內 真的如果不能5年內的話 只好也要10年內 那有沒有可能是很久 超過10年20年的我們還用 也有可能 因為我們回顧文獻的這個歷史背景之後 我們可以了解他發展的里程碑 比如講到組織 他並不是機器 組織人他是有純有人性的概念 那我們就會講到比如說S理論 Y理論 那S理論 Y理論 這個可能都超過百年了 那這樣的文獻我們為什麼還在用 因為他在探討這個文獻的時候 在這個理論而言 他是 他整個發展的 歷史背景是有包括這一段 不可或缺的一段 所以我就有時候會考慮到 他歷史發展背景的這個發展的脈絡是怎麼一回事 另外又可以去 在這個第二章裡面可以告訴人家 現有的文獻哪些有討論到 哪些沒有 所以我就是告訴人家這邊存在一個理論的 或文獻的一個缺口 那我就可以強化了我寫這個論文 寫這個題目的必要性 因為我就是要補這個缺口 所以你可以描述相關研究並展示 該文獻回顧如何去做一個增補 就是說 既有的這些文獻好像都討論什麼 很多人都討論什麼 可是就少了哪個部分沒有人談 那就用這樣一個邏輯來說 那我的論文就是要補這個研究缺口 甚至可以用具體可以用一些手法 我想講也許你不太懂 以後你會慢慢清楚 你可以把你要找的 你要寫這個論文的關鍵詞對不對 你透過一些資料庫去檢索 然後告訴人家 你用什麼關鍵詞 然後在什麼資料庫去檢索 結果發現那個篇數非常少 只有1、20篇 然後用這個檢索的這個過程的描述 來強化你寫這個論文的新創 它的一個新創跟特殊性 這也是一個手法 另外看第三點 為你在目前正在研究正在解決這個實際問題 為議題提供一個支持性的證據 以顯示其重要性 這我們在背景東京那邊也稍微提到 就是說用一些別的已經做的研究來強調 你目前這個研究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相關的學者也都在探討這個議題 那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表明 你現在的研究是立即於他人認為重要的議題上 不是你自己在一頭著自己在覺得重要的 所以文憲回顧可以包含 可能要包含這三大元素在裡面 我們看下一頁 好 那真正在寫文憲回顧 我現在還在講第二章 論文的第二章 大家這邊也提到六個步驟 第一個要選擇個你要寫的主題 專注並持續發言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基本上就是你研究論文的核心概念 你要找一個你非常感興趣的主題 或是議題 簡單講 這個就是你要找到你的關鍵詞 就找到你這個論文的核心 要探討的議題是什麼 然後再來看步驟二 搜尋跟蒐集所有可能結合主題的學術資訊 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學術資訊 因為在找文憲的時候 同學很多都誤以為 反正只要參考資料都叫做參考文獻 我們在寫搜尋論文 畢竟是學術性的碩士論文 我們坦德通常就是講學術文章 就是所謂的期刊的文章 或者相關的書籍 conference會議的論文 博士論文 碩士論文等等 那可是我們希望找的這些東西是 學術期刊 學術文章 是學術的資訊 然後再來第三個步驟是分析這個領域 主要的文獻的一個信息延伸的網絡 找出最有用的文章 那這個 有時候是靠你的學術的專業的敏感度 其實以研究生這個階段而言 你可能比較 沒辦法去分辨 到底這個是不是重要有用的文章 你會覺得跟你的主題相關的 大概你就會去引用 其實如果以後你是要當學者的 或說你很在意的話 我們通常會參考說的impact factor 這個impact factor就是我們 在引用的這些相關的期刊 像國科會 或是那個 SS 那個社會科學以文所以 那個叫什麼 SSI 他就會有一個 他會有個評比 就是說這個論文在學術上 被人家引用的機率高不高 如果某篇文章 他被引用的機率 那個頻率很高 他的impact factor就會 impact就是影響 Factor就是點數 因子 這個impact factor 他的點數就會越高 所以impact factor越高的文章 代表被引用越多 所以你的參考文獻 如果用的這個SSCI的文章 是impact factor比較高的 那你的論文文獻的參考價值 相對就會比較高 我剛才講的是比較 比較嚴謹的學術性的一個說法 那也許這邊針對碩士班 這個階段 你不用考慮這麼多 可是你至少 我剛才提到的 這是要找比較好的一個學術期刊 然後最好這個年代是要比較近的 不要太久遠的 好不好 來我們再看下面 然後第四步驟 描述和總結每篇文章 提供你你的研究 有關的文章的基本資訊 那這邊我的說法就是 我們很多同學在寫文獻的時候 注意我現在先講錯的 很多同學在寫文獻的時候 很容易把這個文獻 寫成是名詞解釋 比如說我們講線上端郵 然後就只要介紹什麼叫線上端郵 那叫名詞解釋 我們不是在做名詞解釋 我們就在討論問題的 所以你研究這個主題 你要跟 講跟你這個主題相關的研究 比如說我們在討論的概念是 SY跟利 環線上端有很多的人際關係就很疏離 那相關研究是怎麼說的 你要留意這些概念 比如說SY跟利 他彼此之間是怎麼個連結 所以你找到一個相關文獻之後 你要把它議題 他是怎麼去探討這些議題的 你要做這個理解 而不只是 照貼A說什麼B說什麼C說什麼 更不是名詞解釋 針對那個變數去做名詞解釋 好不好 為什麼會強調這一點 因為以後你回頭去看 很多研究生 措施研究生的文獻回顧與探討 寫了一大堆名詞解釋 這是不必要的 來看再看第五個 展示文獻裡面這些概念如何 做一些相關 就是說他彼此相互連結的概念跟主題是什麼 那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你要做一個融合 比如說A學者講什麼 B學者講什麼 你要把他們概念 彼此之間的共同點 那個起義點是什麼 做個整理 你不要文獻整理 那你就看到 我們就叫做積樂牌飾 或叫做那個家具行路的那種寫法 A說什麼B說什麼 只是照貼 而是要經過一定的連結 你要解釋是嗎 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人家說網路成癮 或是沉迷於線上遊戲 A學者他可能覺得這個是 會造成了什麼人際疏離 然後另外一個B學者 他也會網路成癮的噪音 最主要是因為跟家庭教育有關 另外一個學者是寫 7學者他就寫說這個網路成癮 或是人際疏離 最主要是來自於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學習經驗 比如在學校會被霸凌 或是人際比較疏離的話 他就會變成是網路成癮 好那你在文獻圍顧 你找到這三篇對不對 你不好的寫法就是說 A說什麼 B說什麼 C說什麼 這個就是個不好的寫法 那怎樣才是個好的寫法 你要把這些文件裡面 他們有些相互連結的點 討論過的東西做一個整理 怎麼整理 比如說我剛剛講 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那三篇對不對 也許我就會把它寫成是 至於網路成癮這個概念 有學者我們可以從他的形成的噪音 就是說他到底為什麼會變成網路成癮 有以下的佔個分類 有的人是說跟原生家庭有關 那現在探討說跟原生家庭 家庭教育有關的 有哪些說法 有哪些學者是這麼說的 那有的認為是跟他的 在學的學習經驗 或是同學間的人際互動 是一個噪音 那持這樣觀點又有哪些學者 你看我這樣第二套的講法 你有沒有覺得是經過整理的 所以你文獻回顧 你要給人家感覺是 經過你的融合 經過你的整理 你把這些相關的文獻裡面 有一定的連結 找出他的那個連結點出來 而不只是照轉 A說什麼 B說什麼 C說什麼 好不好 那第六點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辨識出文獻之間的相互關係 然後第五點 我們就是把那個連結找出來而已 第六點還可以再加入自己的觀點 將自己的觀點跟他去有一些對話 OK 那大概就是我們在寫文獻裡面 比較核心的一些概念 來接著 好 那第三章研究方法 那第三章研究方法 有的叫做研究 研究設計 或叫研究方法 這個研究規劃與設計也都OK 不過概念都是一樣的 好 那我現在針對執行研究 因為我們這門課叫執行研究 那我現在執行 我現在研究方法是比較針對執行研究的 另外研究跟這邊可能有一點小小小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先針對執行研究 通常在執行研究裡面第三章的第一節 我會寫執行研究方法之選定 我剛才報告不就是你路人的目錄嗎 所以同學怎麼會擔心目錄寫不出來 好不好 所以照道理每個同學都已經發展出個人的路人的目錄了 我現在講這個就是路人的目錄 第三章的第一節 就寫執行研究方法之選定 那我在這一節裡面 大概主要含義是要說什麼 就是大概跟大家簡單交代一下 執行研究方法的優缺點 它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尤其是第二點 我這篇論文它的主題 為什麼適合用執行的方法來研究 為什麼不做量化統計分析 懂得嗎 你要有一定的一個交代 為什麼要做執行研究 你不能說因為我統計不好 所以我就做執行研究 不是這樣子吧 通常你會交代是 你會做執行研究 就是因為你的這個議題 用量化研究 可能會比較多的一個障礙 比較沒辦法探求到 沒辦法達到你的研究目的 我說它的問題 我們重視的是那個歷程 那個互動那個過程 所以那個時間點是 不能只用發問卷 因為發問卷它只是填 只是填打那個時間點 它沒有辦法探討 沒有辦法跟研究者有些什麼 實際上的互動 沒辦法探討比較屬於深度 脈絡發展的這些部分 所以你要講我這個議題 適合用執行研究 你要有可以去交代 對吧 所以這是第一節 執行研究方法選定裡面 要包括的一些內容 我們再往下 再來是 我們現在還是要講論的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這邊的第二節 也許我就會寫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裡面 可能會包括這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我的執行研究 我要怎麼去蒐集資料 那我的研究參與者是誰 比如說你這邊 你是要用參與觀察法 還是個別的深度反彈 還是這類群體 那你的研究參與者是誰 那研究參與者是誰 不是只是交代是誰而已 還要進一步去告訴 你為什麼要選定這些人 來做為你的研究參與者 了解嗎 比如說以 去從人來講 你的研究參與者可能是誰 有可能是同業 同樣是中小型 那個中小型 汽車竹林業的同業 有可能同業相繼 他人家不願意接受你的訪問 那也許可以問 這個市場 有這種需求的一個搭配的 工作這個產業的夥伴 比如說你的產業夥伴 有可能是旅行社 旅行社 你知道現在賞客 有時候比團體客的市場還大 那旅行社現在也會去開發 這樣的一個賞客 這些賞客來到台南 也許它是個CT tour 它就是要做半天的停留 還是一天兩天的停留 那這時候旅行社可能會想要找到你們來做一個搭配 由你們來負責交通 他們再配合一個導遊等等 所以也許你要選定了這個研究參與者 為什麼要選這些人 你要一個交代 因為像我剛講的 你就會交代說 我之所以選定這個旅行社為研究參與者 是因為他是你們的業務發展的重要策略夥伴 所以你要找他 就是要 就是要有個準據 你為什麼要找這些人來探討 比如說淑敏的研究 淑敏研究人要探討這些人 怎麼去認同這個組織 而且願意投入對這個組織有一定的認同感 這個就是組織認同的概念 跟內部的擬據力 那你要訪問誰 淑敏你的研究參與者會選誰 像淑敏的話 基本上可能不只是找理事長 理事長畢竟是個協會的主席試者 領頭也沒有錯 你甚至會問你的會員 甚至會問什麼 你知道嗎 對這個組織很始終 在裡面很活躍的這些會員 問他們為什麼對這個組織這麼認同 對吧 甚至我的研究設計可以故意安排成 找那些離退的會員 問他們當初為什麼會離退 他們離退當然如果是不可不 不可不的原因 比如說頒簽啊 或是什麼 那當然另當別論 可是有沒有那些人離退 是因為他覺得對這個組織不認同 或是他在裡面覺得裡面 大家比之間相處很疏離 讓他沒有相信力沒有擬距感 所以他不想呆了他就退出了 瞭解嗎 這些人是不是對你的研究主題 可以提供重要的資訊 所以我才選定這些的 然後我的反彈梯桿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裡面 在討論反彈的時候 是不是講過 有結構跟非結構跟半結構 那我不是建議嗎 我們通常會採用半結構的反彈 那既然我是採用半結構的反彈 我是不是要發展一套反彈梯桿 所以我在第三章 錄文的第三章的第二節 我的研究設計 就是會交代這些東西 甚至我會建議 你的第二節研究設計 也可以不要寫研究設計 如果你確定要用什麼方法 就直接寫什麼方法 比如說你的第二節 就直接寫深度反彈法 還是焦點群體反彈法也可以 來 下一節 好 我的第三章第三節 我現在在稍微做個小收斂 小整理 同學回想一下 我們第一章在幹嘛 第一章是不是序論 就是有一個破題 告訴人家 在背景動機裡面告訴人家 我們目前面臨的什麼一個狀況 面對什麼樣的挑戰 比如說網路商店 雨後春筍 就佔據了大多的一個店家 可是實體店鋪 還是有它存在的空間嗎 還是它實體店鋪 希望可以繼續永續存 存續下去的話 那要做出怎樣一個特色 怎樣才會競爭力 這就是我對背景的描述 所以我在第一章 研究背景動機裡面 就把這個狀況 我現在講的是定騰的論文 是不是就可以先做這樣鋪扯 假設我背景動機希望 這樣也說明了我就講我的研究目的 所以我的第二節就研究目的問題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 我站在一個實體電路的 一個經營者的角色 我希望可以為他找到一個出路 看他怎樣可以保持 在實體店鋪裡面保有他的競爭力 一樣可以創造他一個業績跟獲利 不要被這個網路的店家所把整個市場 殘死掉 這就是我的背景動機目的 那具體而言 你的研究流程怎麼做 我在第一章第三節是不是都有些說明了 好我經過我第一章這樣一個虛論 把整體性的主要的方向做這樣一個破題之後 我的第二章文獻回顧與探討 是不是就告訴大家 跟我這個議題相關的研究 過去人家是怎麼做的 人家怎麼去探討網路商店這件事 怎麼去探討實體店面還是有存在價值 過去的研究是怎麼說的 然後他們過去的研究哪些是比較缺乏去討論的 那在第二章文獻 我就經過這個整理之後 讓人家感覺我對這個議題有一定的掌握了 也看得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也可以去說服大家 過去的討論哪些是還是有缺口的 那我的第二章文獻回顧一趟討論 就是這個目的 好現在來到第三章 大家也相信這個議題是重要的 是目前值得探討的 也了解你大概想要做什麼 希望達到什麼目的 你要討論哪些問題的 那具體而言 我要怎麼去落實 我怎麼開始去做這件事 怎麼去開始去著手進行我的研究 那就是在第三章 第三章就是方法 我有動機有目的 有具體的問題了 那我怎麼去達到這個目的 達到這個研究目的去創造我的研究貢獻呢 我是不是要一定的過 要用一定的工具跟方法 所以第三章就是要交代這個方法 好那第一節 第三章第一節是不是告訴人家 我用的方法就叫做執行研究方法 那為什麼適合用執行 我在第一節有交代了 然後第二節是不是具體的研究設計 我現在是用什麼方式去進行 好現在來到第三節了 現在想像假設我現在用我剛剛設計的那個方法 把資料找回來了 那些資料 一堆文本 我會被這個滿滿文海 這個文本所淹沒 我要怎麼去整理這個文本 所以我在第三章的第三節 有沒有看到這個標題 第三章的第三節 就叫做資料的分析與詮釋 我現在資料找回來了對不對 那也許我去反彈的時候 我有些錄音 那我這些錄音 我在黃金48小時裡面 就把這個錄音 彈顯成文字檔 那這個文字檔 我怎麼去仿佈閱讀資料 那我怎麼去做註記 或做編碼 然後進行這資料編碼之後 相同的概念 就是 就變成所謂 有分層的紙目 或是比較大的一個歸類 然後慢慢的形成了一個大命題 就是 那這幾個命題 是不是又可以做我論文 第四章 發現與討論的一個依據 就是整理出這樣一個結論 你建議 最後我們最後在第五章 會整理出一些相關的結論 你建議 所以我在第三章的第三節 就是交代 我這些資料找回來之後 我會打算怎麼去運用這些資料 怎麼去整理這些資料 我要有一個交代 有一個說明 好 再看下一 那如果是做量化研究 做量化研究跟執行研究 在第三章的部分 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來 我現在這一頁投影片 是針對量化研究 給量化研究同學參考的 因為量化研究有一個既定的 透過文獻的推論 也推論出一定的研究假設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根據你的研究假設 畫出你的研究架構圖 同學應該有 在論文裡面應該有看過吧 比如說它會有變數跟變數之間 變數跟變數之間 然後會拉一些線 有箭頭 對吧 那就確定哪些是自變數 哪些是因變數 或說哪一個是哪個變 哪個變數之間 是不是存在一個中介變數 或說某個因果關係 變數跟變數 會有所影響 是受到哪一個變數的干擾 干擾變數又叫做調節變數 你會把那個相關 你要研究那個架構圖 畫出來 好 那你在第三章的第二節 也許會寫問卷 問卷的發放對象 其實第二節不一定要有 研究對象的選擇 通常就寫問卷的發放對象 或是問卷的實施 問卷實測的一個過程 然後第三節 量表設計跟操作行為第一 我們通常比較常見的 在商委學院的另外研究 就是發問卷 那你問卷這個量表 是怎麼來的 裡面的題像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比如說你要討論那個組織忠誠度 或組織認同 像署名你的概念 可能會探討到所有組織認同 那組織認同 其實有一些現成的問卷 你可以交代一下這個問卷 你這個量表是參考哪個學者的 你有沒有做什麼調整 那這些不同的變數 它的定義是什麼 就叫做操作型定義 然後你的第三章 我現在針對量化研究 你的第三章第四節 可能會寫到一些統計分析 告訴人家你要用哪些統計方法 比如說你可能會跑回歸 跑線性結構方程 或是跑所謂的多變量分析 因素分析等等 那統計分析 預計會用什麼統計分析方法 你這邊也可以交代 然後第五應該是比較不必要 一般在量版設計裡面 就會交代問卷的有效樣本的結構 這個倒是不需要分那麼細 我覺得大概分三節四節就OK了 第三章 來下一頁 那第四章就是發現與討論 什麼時候才寫發現與討論 代表你已經反彈完了 如果是量化同學 代表你已經發完問卷 問卷回收回來了 已經跑完統計分析了 對吧 所以為什麼我們二三 你們學長姐班 現在就是二三 他們這學期結束以前 要提入文前三章 是不包括第四章跟第五章 因為有可能他們現在只是在提 這個所謂的入文計畫 這個初稿 他們後面還沒真的下 著手去做 既然還沒有做 就沒有所謂的第四章 發現與討論這一章 對吧 因為還沒開始 來 再看下一頁 所以後面這邊同學就可以聽聽就好 就先不用管 那通常發現一套就是 說是論文 最重要的核心 因為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說實在 都還蠻多東西可以抄抄寫寫的 第四章沒得抄 通常第四章就是你研究結果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邊要小心 這是你論文的核心 就是你要這些資料 你不要只是描述 比如說我的統計分析 其他的次數分配是什麼 或是回歸係數跑完之後 那跑完回歸之後 那回歸係數是多少 不要只是描述而已 你要進一步的分析跟詮釋 所以大概你在 發現討論裡面的邏輯 就是你的研究結果是 結果是怎樣 跟原有的理論 是有跟你的研究假設 或跟你的理論 是怎麼個相對的關係 最好你的研究結果 還可以跟文獻做一些對話 有環環相扣 而且更重要的注意 我這個發現你討論 我發現了什麼 我在討論什麼 要跟我第一章 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章第二節 第一章第二節我們說要寫什麼 研究目的問題 那我現在第四章 跑出來的這個結果 或是我經過仔細研究 研究出來的答案 有沒有回應 有沒有回答我第一章要探討的問題 我在第一章告訴人家 你要討論什麼 結果 第四章發現你討論 得到跟你要討論的問題 是不相干的 比如說你要討論這個協會的 組織認同跟他的相信力 這是你在第一章提到要探討的問題 結果你在這邊的話 卻是寫說 女力是社會再來發展很重要的 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所以我們要重視女性的工作權 要改善勞動條件 你講這些都對 我沒有人說錯 可是你會發現 怎麼再得到這些結論 你建議怎麼再有這些發現 第一章研究目的問題 當時有沒有提到這些要討論的東西 怎麼這邊會跑出這些東西來 變成前後沒有呼應 所以這邊要注意的是 要有前後呼應 呼應你第一章要探討的研究問題 然後最好你這些討論 不要只是自己 我認為我覺得 這樣其實都沒有說服力的 最好是跟你 要根據你第二章 我們第二章不是文獻回顧與探討 裡面會談到一些理論嗎 會談到一些過去的研究文獻嗎 那你要去試著跟既有的 理論或文獻來做一些對話 來做一些驗證 不管是支持或是否證 不支持 都有他一定的貢獻 所以發現討論 重點就在於 跟 就是要有一些詮釋 要有一些討論 來下一節 最後最後 最後最後 第一章是序論是破題開場 然後第五章就是最後準備收尾了 那我們談很多事 我們最後不就是會下個結論嗎 所以第五章就叫做結論與建議 而且不只是結論 綜合所有的發現結果而已 我們通常會更負責任的提出一些建議 所以第五章 標題就叫做結論與建議 通常裡面會包括哪些結次 下一頁 來結論跟栽要不一樣 你不要說結論總結 那就是把剛剛寫的東西再寫一次 然後 寫個栽要出來 不是 但是我們第四章去敘述 第四章是比較廣泛的 我統計分析跑出來是什麼 那我都有一些討論 或是我直接研究 有找到哪些命題 有一些討論 我的結論 不是把其他東西再做一個栽要而已 而是萃取出更高一層的結論 就是綜合剛剛第四章的發現與討論 它總結它的核心的意義 或概念是什麼 再做一個總結的整理 這個叫結論 所以論文最重要的是產生結論 那結論怎麼來 不是我自己想像 是你論文裡面的討論 你論文裡面的研究結果而來 所以你不是只是在描述這個資料 你找到的文獻 他怎麼說怎麼說 不是這樣子 你這個結論是 你這本論文 不管你是用量化或字化 經過你這本論文 經過你這些方法 你得到的結果 而討論出來的最後總結是什麼 這是結論裡面要展現的 所以結論是將研究全國進一步的理論化 去彰顯研究整體的意義 讓別人看到你的洞見 只會看到你的洞見 就是看到你這本論文的特殊貢獻 我說你這個研究 在整個在這個議題 整個研究版圖裡面 它是解決了什麼問題 它的定位 它的位置 我們不只是寫這個總結而已 還要繼續 我們第四章是一些比如統計分析結果 或是分析與犬試對不對 那我們得到的一些根據這個樣的基礎 我得到的結論是什麼 可是要小心這邊不要做過度推論 尤其是做量化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跑完這些統計分析之後 只是得到一些統計數據 這統計數據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雖然你要負責任去做一些詮釋 去做一些討論 可是不要過度推論 或是談的太為空泛 然後再看第五點 我們最好不只講完結論之後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提出建議 提出建議 那一般建議的話 我們會從兩個角度 一個是比較屬於學術性 理論上的建議 那另外一個建議 也許是比較實務上的 所以你未來的研究方向 也可以告訴人家 在目前的這個基礎裡面 有哪些我還是沒做到 或是有些問題我們還是沒完成 那我會建議後續的研究者 在我這個基礎上怎麼接手 繼續去做 或是說你做完這個研究之後 你有新的發現跟新的視野 你來不及做了 那你建議後面的研究者可以考慮 從哪個角度去切入街頭 接頭繼續去做 這個都是對後續研究之間的概念 來 再往 好 同學有沒有很開心 可以畢業了 路文都寫完了 一到五章就是長這個樣子 OK嗎 我們就錄製到這邊吧